将马龙进入国家队的20周年浓缩成24小时 这一天注定不平凡 男子单打冠军 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最疯狂的一回来 啊 马龙终于完成了三年换的冠军 三手相识 马龙赢了 2003年8月26日 年仅15岁的马龙在第三届 交作优势七乒乓球青少年挑战赛 以4比3战胜17岁的瑞典选手斯坦博 收获了优势七系列比赛中的首次胜利 2003年11月2日 马龙首次参加世界青少年挑战赛 参赛三项男单男团男双接获得冠军 这也是第二个单打冠军 在团体小组赛中更是场场两分 出现团体定海神针风采 2004年7月24日 马龙在第十届亚洲青少年锦标赛上 击败对手 拿到职业生涯第三个单打冠军 16岁的小神仙首战亚青赛 就斩获三项冠军 少年面容虽仍智能 却已然显露英雄之子 2004年12月5日 日本神护士青赛 马龙拿到职业生涯第四个单打冠军 年仅16岁的他面带志气 但囚风已见沉稳 2005年11月13日 年仅17岁的马龙首次参加德国公开赛 在连胜了庄志渊 吴上寅 波尔后闯入决赛 在决赛决胜军的关键分时 秉着体育精神的他指出了对手的擦边球 虽然最后3比4 遗憾富于白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夫 却赢了对手和全场的掌声和肯定 2006年5月 第48届是拼赛团体赛在德国布莱美举行 马龙宇队友王立琴 马林 王浩 趁其一路高走凯歌 在决赛中3比0大胜最大竞敌韩国队 实现的是拼赛男团三连冠 这是年仅17岁的马龙第一次捧起4位40倍 也是第一次获得三大赛冠军 18岁的马龙在科威特公开赛中一路过关斩将 连过前三号种子王浩 王立琴 马林夺得冠军 铁马入阵不畏苍穹广成龙破风不去前坤大 出入江湖 欲语各路豪杰是比高 这是少年天才的气感 第一个公开赛冠军第五个单打冠在所的纪录 这也是马龙称霸公开赛男竞之王的开始 2008年3月30日 日本达黄亚洲杯 马龙拿到第八个单打冠军 群雄逐鹿的时代19岁的他 已是耀眼的行星 2008年12月14日 马龙连过二王一马 总得第十一个单打桂冠 这是马龙首次重大国际赛事单打冠 是在无稽浇水时代第一冠 开启了总决赛南丹六冠王的尾业 2009年2月15日 科威特公开赛 马龙拿到了第十三个单打冠军 20岁的他在这次比赛中气势如虹 在半决赛中四比二击败马龙 在决赛中四比一击败往后 成功问顶 也证明自己已经完全具备了 向三大主力挑战的实力 2010年1月10日 澳门2009国际拼联总决赛落幕 马龙赢得了第40冠 这是首次以世界第一身份 在国际比赛闪耀 不满21岁的他已经成为 TGS业巡回赛14年历史中 首个在总决赛 未免成功的男单冠军 一小时后 2010年11月20日 广州亚运会 马龙拿到第二十二个单打冠军 这是超拳满之路的开启 是悬崖边的自救 是绝境处的丰盛 是度过无数个漫漫黑夜 终于显现的明星 绝对反击打破这一阵明自己 传奇之路又印上了一个足球 2011年9月25日 勾筑传奇之路 进阶拼弹之巅 公开赛51贯功不可没 2011奥地利公开赛 双段王马龙 生龙活虎 好球不断 精彩分成 使人且听隆隐 上午10点半 2011年11月28日 英国伦敦总决赛 马龙拿下第28个单打冠军 第三次获得总决赛冠军 仅11年下半年 创造赛场连胜记录到第45场 脚踏实地一网无前 最勇敢将面是盖子 2012年1月21日 匈牙利公开赛 马龙拿到第29个单打冠军 在角色中和朱士赫 奉献了经典的功效七局大战 最强之剑与最强之盾 羁绊不属于此 这也是马龙56场连胜记录中的一环 2012年3月1日 澳门亚锦赛 马龙拿到第30个单打冠军 4比0干脆利落战胜对手 拿下比赛 是势如破竹横扫千军 更是温润如玉 千千军嘴 2012年9月30日 利物浦世界杯 马龙在比赛中任赢旅解 破试般闯入决赛 拿到第31个世界冠军 这是马龙在三叠赛中拿到的第一个冠军 一是传奇三天的奇力 2013年6月16日 长春中宫 马龙拿到第33个单打冠军 2013年5月刚刚经历挫折的马龙 6月已重新出发 前任也是一种霸气 怀揣着对乒乓球的热爱和赤诚 一直向上向上 2013年7月7日 韩国釜山亚军赛 24岁的马龙在决赛4比0 战胜对于延安 年华正胜一起攻发 拿到了职业生涯国家级以上第34个单打冠军 实现亚军赛三连冠 12分钟后 2013年9月10日 辽宁安三全运会 马龙拿到第36个单打冠军 生气勃勃的少年淡载 以强韧与未知交锋 水击3000里 成绝点压力不足 气惯常 红是他非度乱云仍从容 代表北京的马龙 获得了第12届 全国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冠军 从事 2014年3月二三打 我觉得 更多的是 马龙拿到第37个单打冠军 并没有去想到这个比赛 因为真正投入到比赛里 我觉得 还是能够去这种忘物 这种竞争 特别两个人掐到这种火药味 而且掐到最后的时候 我觉得 这种真正的内心里 这种经济状态 还是出来了 2014年6月8日 中国公开赛 马龙将第38个冠军收入囊中 一个月后赛陆落球 就要告别历史舞台 改球的迷雾中始终被曾改变的 是扭语伦比的勇气和坚定 是金子般璀璨的热爱式乒乓球 这样小小一颗球 占满了许多人的世界 2015年2月15日 科威特公开赛 马龙拿到第39个单打冠军 是后肌薄发重新出发的第一站 此时的他 脚步轻盈 褪去层层包裹 表露本真自我 无愧少年宏愿 抖擞星光 扶摇至上九天 收下了第五局的第11分 所以也代表这场比赛 最后在马龙这边 世界排名第二的这位选手 13比11 3比11 11比1 11比7 11比9 最后是以这个4比1的局数 4比1的局数击败了许新 同时呢 他也顺利地收下了 科威特公开赛 男子单打的冠军 下午两点半 2015年3月22日 德国公开赛 这是马龙的第40个单打冠军 关山海马踏青云 孝河山 赏云间龙游沧海抚群颠 星光之下冠军是你无上的荣耀 领奖台上 金牌是你最好的褒奖 球台两旁 你就是所向提米的王 也让马龙是非常高深的欢呼王 对 因为在上次的这个世界杯之后 这个马龙太想要再赢过 马龙太想赢张继柯 所以刚刚在最后 也是一吐这个心中的一股气 成功的上演了复仇季 那最后马龙跟张继柯 缠斗了七局 11比9 7比11 8比11 14比16 11比6 14比12 11比8 12分钟后 2015年5月3日 一生龙孝便将南将北 夜马金之后 独生时期 这是马龙的第四 第一个单打冠军 也就是金单打三连段 整齐的台队 在歌浪歌前的沉淀 再是更多的狐狐 每一次未曾退缩的 尖定有了更好 离港 沉默誓言 不卑欺幼暗的闪躲 撒满天地的泪水 夜幕的吹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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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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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幕的车 10比9马龙的一个冠军点 也是职业生涯第42个单打冠军 马龙永远感成绩 所向选拟一把冠军 爬过来 这个是投席但是让主星 逛球心态 完全是没话说 无语问唱片的结束了 2015年10月18日 瑞典哈尔姆斯塔德式戒备 决赛中马龙4比0横扫队友 继2012年之后再度夺的南亭式戒备冠军 也是人生第43个单打冠军 给自己27岁生涯送上了四十年 2015年12月23日 马龙在里斯本总决赛中战胜得有独怪 反手先对 好对他 漂亮 44个单打冠军超越王帝前参战 将总决赛纪录 换上马龙军 马龙最后一个冠军典的机会 倒在地上发出了吐吼 最后的这一板球 从反手打到最后 又管了 让他以11比9 两分的差距 打败了 也是他的冠军典 2016年1月德国军开赛 马龙成功未免 拿到职业生涯第45个单打冠军 取得奥运年开门火 对变成有点像在表演一样了 大概后段这个应该是 哇要表演没那么容易 最后萨姆索诺夫 回击没有办法翻过球网 11比5 第五局的赢家是中国选手马龙 最后 等于是多等的一局 还是以4比1的局数 击败了白尔鲁斯名将萨姆索诺夫 下午3点42分 2016年3月27日 卡塔尔公开赛 马龙拿到第46个国家级以上 单打冠军 至此追凭萨姆索诺夫 并列成为公开赛男单冠军最多的人 半小时后 2016年8月12日 马龙里约一战称赤底 拿到自己职业生涯第48个单打冠军 第一个奥运单打冠军 成为了马龙历史上第四位大冠军 全世界唯一的超级拳满贯 自此以后 回攀所向 天下无可提供 他十分为了迟饭和尽 HIV 让他摆迷地扶到柠岛 在柠岛上同时 和占颜避颜潢 2017年2月26日 28岁的马龙获得了卡塔尔公开赛的胜利 拿到第50个单打冠军 以斯比尔获得漂亮的胜利 成功未免 在新周期以连续的胜技向诗人宣誓 敌 何必须当生死 王 依旧在他的招牌 下午5点12分 2017年6月5日 德国都在尔多普世间代 马龙成功未免 获得第二个世间代冠军 第51个单打冠军 棋局熬战 两分之 经历了改球和张力 度过了史上最大风筝 王冠一笔 与他如持剑 抛球四懒星 马龙的比赛就是竞技体育的力赢 传奇仍未完再去 但是非常开心嘛 同时也觉得很累 能够我想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最疯狂的一场比赛 我想以后也不会再出现这样的球了 下午5点半 2017年9月6日 全运会上夺冠 这是马龙的第53个单打冠军 成为了全运会史上蝉联男单冠军第一人 2018年3月25日 德国布兰米 马龙获得单打双打篮冠 第五次获得德国公开赛的单打冠军 创造了历史 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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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赢5次 成功超过 Cloud Walker The Showman Shuxin 我说英国是我的幸运国 英国是我的幸运国 我非常幸运我回来 谢谢大家支持我 谢谢 2018年6月3日 中共即将踏入而立之年的 马龙拿下第55个单打冠军 达成中共七冠王的成就 马龙做了 他回来 2019年3月31日 卡塔尔公开赛 马龙创造了公开赛28番的记录 此前英商并离开国际赛场8个 这是复出之战也是王者归来 其实我来这已经很多次了 我第一次公开赛就是05年再多 然后确实这冠军还是非常特别吧 我觉得能够从伤命中走出来 这冠军比我拿其他任何的公开赛冠军都要开心 晚上7点24分 2019年4月28日 不达贝斯 马龙第三次登上了世兵赛的最高领奖牌 获得职业生涯第57个单打冠军 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久违的三年冠复制 也是拼盘球一位伟大天才的方向奔 维京唯一零零解 智争之成处子 和新阳奔百年好复 我觉得每一分 赢每一分自己都非常激动 然后这场比赛我不光是代表自己 更重要是代表球队代表中国 I am made in China 2019年6月2日 中国深圳公开赛 马龙拿到第58个单打冠军 也是在中国公开赛的第八冠 即卡塔尔公开赛 不达佩斯是拼赛夺冠军 以绝对实力收获 第28个单打冠军 登顶国际天联巡回赛公开赛之王 在一小时后 2020年11月22日 国际天联总决赛 决赛总以4比1战争 接2016年后再次在总决赛登顶 个人第6次拿下总决赛 男单冠军 冠军是对那些艰难时刻 没有放弃的人最好的包奖 龙队值得所有的鲜花和打赛 2020年11月29日 特特六T赛是男单首冠 马龙职业生涯的第60个单打冠军 历史再次书写 冠军自此开战 晚上10点06分 2021年7月30日 即将33岁的马龙未免奥运男单冠军 成为男子乒乓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盘棋 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双圈大满冠 并以26个世界冠军成为乒乓军 成为乒乓军第一人 这也是职业生涯的第61个单打冠军 2022年10月9日 成都市推赛团体赛 马龙已是第八次参赛 攻打七场七场全胜 是团队的定牌人组 更是值得信赖的中国人 第27个世界冠军再次刷新 这是一个新的造型 我喜欢这种重新来过的 我喜欢有人对我说 可以马龙再来一场 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金 还在做吗 我觉得可能比去年组军赛 梦梦还大 我觉得现在要说男运动员 最佩服的人可能就是马龙 因为他足够坚实 足够坚定 足够顽强 所以他只要一上场 我就希望他赢 不问终点 全力以赴 马龙 你的美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没呢 我们都在带出 非常的能力 他们都在导致 我们都在带出 我们都在带出